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Cimo 欢迎回到的视频 今天视频的主题呢就是一期带你逛我家 我呢一直特别喜欢看Room Tour这种类型的视频 就我特别喜欢看别人家里面是什么样 所以我呢就一直想自己也做一个这种类型的主题 但我就觉得跟别人就很精致很美的家里面比起来呢 我们家就有点太真实 太不朽蝙蝠了 但后来我也想通了乱一点才叫家嘛 太整洁了没有人味对吧 不多说了 一起进我家喝杯茶吧 首先一进来就是客厅啦 上来就给你们看到了一盆枯萎了的叶子 是不是太不精致了 然后呢就是这个鞋架子了 非常的能装 而且非常便宜 我是在淘宝上买的 好像才花了几十块钱吧 鞋子呢这样子一个正着放一个反着放 就很能节省空间 你们看这一排呢还摆了挺多双鞋的 那再往这边走呢 这个水缸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很像你在海底捞等位的时候 它会在里面给你放什么柠檬水啊 什么玫瑰茶 就你可以自己去接 我觉得比那种普通的水缸要看上去好看 好玩很多 对 它旁边呢放的是这个音箱 我觉得它的颜色 跟我们家怎么说这种整体比较木细 森细的这种色调还挺搭的 而且呢我也是一个早上起来必须要马上听音乐 就心情一下会变得特别好 这个花呢是前两天我生日的时候 替蛋送给我的 谢谢它们非常的好看 这个柜子就不用多说了 几乎出现在了我的美一直穿搭食品里面 一直陪伴着我不离不弃 好乱的充电线 囤货天哪已经装满了 好幸福啊这种感觉 女人们都懂面膜 斗鸡至爱福尔加 那再接下来呢就是这个镜子 这个镜子我觉得也很好看 就这个边很复古的做旧的 然后这是我今天的outfit 过来就是电视电视柜 这边没什么好讲的 看阳台上拍摄器材 还有双11屯的纸 这个地毯真的很舒服 很大一块 虽然我知道地毯很容易脏 但我每次脱了鞋走上来 就真的太舒服了 我心想那就忍了吧 然后呢就是这个 这个洗衣框我觉得也非常的好 它是特别大的一个 你就可以把准备要洗的脏衣服啊 什么床单备单都扔进去 这个位置呢放得离洗衣机也很近 所以说非常的方便 再接下来客厅的茶几 和这个千鸟格的单人沙发 都是我男朋友挑的 不得不说 我觉得它这方面眼光还挺好的 尤其是这个千鸟格的沙发 他买的时候呢 我还就是数落了他一下 因为我觉得颜色跟我们家就不搭呀 但没想到摆起来之后 我就真香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整体这样子看呢 也没什么违和感 这里呢 其实我知道非常的空 我一直想摆一个画或者什么的 一直很纠结要摆什么图案 所以就一直没放 然后给你们看这个东西 Lalaland真的是我最爱的电影 没有之一 我本来想把它挂起来 但是我发现 就家里真的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挂它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这幅画可以挂在哪里比较合适呢 因为挂在这里我觉得不太合适 这里适合一个那种长长的 OK那刚刚这块呢就是客厅 我身后的吃饭的餐厅 还有厨房呢 我想最后再跟大家讲 因为厨房是我最爱的地方 所以我要给它留到最后 先让我们一起进卧室去看一看吧 卧室的话我很喜欢窗边的这个小台子 平时呢 我也会偶尔在这边画画妆 或者拍视频 就坐在这个床上的位置 采光特别的好 现在你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看 然后呢就是这个小的手势盒 也是放了一些我的小配饰 小耳环什么的 非常温馨的床头一角 对想给你们看这个东西 因为其实拿出来的话 这个蓝色跟整体这边的色调都不是很搭 很突兀 不好看 这个容纳呢 说在淘宝上买的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跟我们家整体的这个颜色什么的都还蛮搭的 质量其实挺好的 就它的价钱来讲啊 这边呢放了一些我晚上会用到的颈霜 护手霜 身体霜 蜡烛 睡眠 喷雾 还有我的另外一台小电脑 我会在床上看看视频啊 什么的 衣柜的区域 还放了一个无比低 你们有没有看到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竟然还有蚊子 左边这一溜就是我男朋友的 特别惨 右边这一溜呢 是我的 我就不给你们看了 因为我的衣柜也挺乱的 但想给你们看的是这个东西 衣架 它的这个衣架的质地非常的神奇 我们女生经常会穿一些很大领的衣服啊 或者那种质感很滑的衣服嘛 套在这种衣架上的话呢 就很容易滑落 完美的帮你解决了这方面的烦恼 我强烈推荐的 而且你们可以看 侧面就能看出来 它的这个厚度呢 其实是要比一般的这种衣架要薄很多的 相对来讲更节省空间一些 接下来这个房间呢会简陋一点 因为它呢就是一个储物 杂货 就什么都有 你们看上面还有一些什么箱子 暂时用不到的厚的备单啊 床罩什么的 还有一些我不穿的打算捐了的衣服 给大家准备的一些小礼物 还有礼盒 因为每个月不是有抽奖吗 对 还要给你们推荐的就是这个裤子的收纳 你们看它的设计呢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你直接把裤子脱掉之后呢 穿上来就好了 你们看就这样子 我们现在不都是用洁面筋擦脸吗 但是同样的问题吧 台面比较的小放的话呢很容易沾到水也比较不卫生 洁面筋收纳呢它就是非常的厉害 它是这样子贴在墙上的 你就把你的洁面筋直接这样子插进去 然后每次抽出来直接用就行 真的在淘宝上都买了好多这样子 就是很神奇很厉害的发明 下面呢放了一些我们女生用的乱七八糟 哦这个面膜真的是巨难用 大家千万不要买 你看它难用到都不对焦了 要有雷品吐槽我一定第一个吐槽它 看一下镜子后面吧 更多的化妆品啊面膜什么卸妆 行吧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洗手间 这个房间呢 其实我本来是想做成一个书房的 但是后面我就觉得在这个房间里面 剪视频有点压抑 然后这边哇 哔哩哔哩的一个奖状 每次看到它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激 拍视频的时候也会充满了动力 那接下来呢就是餐厅的部分了 这个呢本来是一个餐桌的 但我觉得坐在这里的话能看到外面的阳台 风景呢就还挺好的 我感觉坐在这边剪视频心情会比较开阔 所以说我就干脆在餐桌上剪视频了 而且其实在餐桌上放一个电脑 真的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就是最实用的啊 因为现在谁不是边吃饭边看电视剧啊电影呢 对吧对 刚刚一进门这个地方忘了给大家拍 我现在来补拍一下挂了一些小包包 平时利用率最高的几个 这个台子上面呢摆了很多就是真的每天都要用的 比如说口罩啊 我们家真的有巨多的口罩 就我妈买了超级超级多就囤着嘛 然后呢就是一些钥匙啊剪刀啊胶带啊 哦然后就是这个酒精棉片 每天回家之后都用它擦一下手机 拿出来之后小小的一片非常的节约擦手机而已嘛 你不需要用那种太大的手机在外面一天真的很脏 这个也是推荐给大家 其实厨房的话呢我也不知道要讲些什么 那就给大家看一看我最爱的食物们吧 首先这边呢放的就是早餐经常会用到的什么奶粉啊 燕麦片 奇亚籽 可可粉 亚麻粉 granola等等等等 看上去是不是非常的健康 这边呢就是一些蜂蜜啊 巧克力酱啊 花生酱啊等等 哦给大家疯狂推荐这个刀削面超级好吃 煮出来的那个口感呢是很软烂的 同时又挺劲道的 真的 北方人还是离不开面 上面呢就是各种囤货 什么蛋白棒啊 咖啡粉啊 还有哇 我超级爱的燕麦奶 打开冰箱呢就会发现 哎 我们的生活方式实在是太不健康了 各种的调料和辣椒酱 非常离不开辣椒的两个人 也是超级推荐这个重庆小面料 大家一定要去试一试有了这个小面料你就根本就不用出去吃小面了好吗 还有就是这个我昨天才刚挖掘到的一个酸奶 我求你们一定要去买但是我发现这个酸奶好像挺少见的就我试图在淘宝上买但是没有找到 大家随缘吧 然后呢就是一堆的元气森林 我是他们家的脑残粉 有荔枝味的白桃味的青瓜味的 墨香味的奶茶和原味的奶茶 哎 我不胖谁胖呢 好吧那这个呢就是我今天的一个room tour了 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想法 哦大家可以帮我想一想 这一面墙上应该挂一个什么样的画 真的看着挺空的就有点凄凉的感觉 还是一样喜欢这些视频的话呢 记得关注我记得帮我点一个赞 那先这样吧拜拜 拜拜拜拜 这个灯光可以吗